接下来给大家介绍TCP标定 所谓TCP标定 TCP的点就是工具坐标系的末端点 TCP标定实际上就是工具坐标系的一个标定 那么在标定之前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标定前和标定后的一个对比 这样就更好理解为什么要做TCP标定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显示屏上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T等于11 这个指的是我现在的这个工具号是11号工具 这个是我们已经经过标定之后的第11号 那么在哪里去调它呢 在这个Tool里面 打开Tool直接进入到这个界面 或者在Robot里面有一个第三个点击 同样也是进入到这个界面 进入到这个界面之后呢 看到这里有四个选项 左上角就是蓝色的TCS 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工具坐标系的一个标定 那么在这里有左右两个箭头 这里是数字0 这里呢 最多可以存储32组不同的工具坐标系 当然我们现在是第11号 可以在这里可以去选择你需要的工具的一个坐标系的一套参数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是第11号工具坐标系 那么在这个第11号已经标好的这个工具坐标系下 其实我们之前在讲直角坐标系的时候也已经演示过了 比如我在直角坐标系下 我去按这个RX RY或者RZ旋转的时候 我们把速度调快一点 大家看到 这个时候这把焊枪 它的末端点是不动的 只是焊枪 也就是这把工具 在绕着X轴或者Y轴这么去旋转 它的末端点 TCP点是不动的 这个就是标定之后的这么一个状况 如果我们看到啊 我们选择第11套 这是已经标定的有一组这么参数的 如果我们去选择 比如说第12号工具坐标系啊 这个是没有标定的 全部都是0 我们点击这个Set Current 把它设为当前 看到这个时候 这个位置 T等于12 我们现在已经选择这个第12号 工具坐标系了 这个是没有标定的啊 我们再去 按在这个直角坐标系下 去按这几个按键看看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机器人运动的状态 明显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候 焊枪工具在旋转 并且这个末端点也在移动 那么这个时候 实际上这个机器人 有一个点 它还是不动的 是哪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这个 这个机器人啊 第6关节 末端法栏的中心点 也就是说你假想把这个焊枪拆除 没有这把焊枪的时候 机器人 它的末端点 是第6关节 末端法栏的中心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在没有进行TCP标定的时候 机器人的末端 也是有一个点 在 做这种旋转的时候 是不动的 是第6轴的末端法栏 那么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装了这把焊枪了 这把焊枪是我们使用的工具 我们需要 这把焊枪的末端点 按照我们的要求 横平竖直的去移动 并且焊枪旋转的时候 这个点不动 所以我们就需要 做一个TCP标定 也就是说 把这个机器人啊 在装焊枪之前 它的那个TCP点 把它转移到 或者把它标到 焊枪的末端点 这就是TCP标定的意义 好 我们接下来 就以这个第12组 空白的工具坐标系为例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TCP标定 好的 我们接下来点击 setup 这里有四个选项 6 points 4 points 3 points and 2 points 就是标定 TCP标定 有四种方法 6点法 4点法 3点法 和2点法 那么其中6点法呢 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那么也是标的最准的 6点法是4点法 和3点法的一种结合 所以我们用6点法去标 我们点击这个6 points next 好 进入到了这么一个界面 那么首先呢 在这么一个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呢 有一个 一幅图 这幅图呢 分两部分 这一部分 这边一部分 首先在这边一部分呢 我们看到中间这个黄色的点啊 它就写了TCP点 围绕着这个TCP点呢 有P1 P2 P3 P4 四个点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四点法的一个概念啊 四个不同的点 分布在TCP点的周围 进行一个标定 那么这个下方呢 有X和Y两个轴 这个轴上呢 有P4 P5 P6 三个点 这个呢 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 三点法的一个标定的方式 这个呢 三点法 它只是标定了 这个空间的一个位置 而四点法 标定了一个空间的姿态 那么所谓六点法 就是位置和姿态 都对它进行一个标定 所以是最准的 也是适合我们应用的 那么 可以看到 在这上下两幅图里面呢 都有P4点 所以就是把 这个三点法和四点法呢 通过P4点 把它联系在一起了 好的 那么在这个图的 右下方 有三个选项 XY YZ和ZX 这三个呢 选择呢 都可以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四个点标完之后 我们去标这个 后三个点 后三个点 一定是在这个 选定的平面内 如果我选了 XY平面 那么后三个点 P4 P5 P6 就一定是在 XY的平面之内 选择三个点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选了ZX 那么 大家看到 这里坐标系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候 P4 P5 P6 三个点 就一定是要在 ZX 这么一个平面内 去找这三个点 那么这三个点 都 这三种方式呢 都可以 通常呢 我会倾向于选择 ZX这个平面 因为标定呢 简单一点 好的 选了ZX呢 我们就可以接下来 去进行标定了 接下来呢 就是先找 P1 P2 P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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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这个图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画了一条弯弯的曲线 对吧 然后这四个点呢 是分散在TCP点的四周 这个是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我刚刚说到 我要把这个 初始的一个TCP点呢 也就是 第六轴末端法栏这个点 把它转换为 就是把它标到 这个焊枪的末端点 对吧 那么 这个 第六关节的 法栏的末端点呢 要尽量 分散在 这个 工具的末端点的四周 跟它的距离 分散的越开 标的越准 好 我们怎么去标呢 我们看到 这个台面上啊 我竖了一个细细的杆子 这个杆子上面呢 有一个尖尖点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用这个 焊枪 也就是这个尖尖的焊丝啊 我们去对准这个点 对准这个点的同时 机器人摆出不同的姿态 并且 这个点 离这个点 分散的 尽量分散的开一点 这就是 先去找这么 三个四个点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 大家注意啊 在这个 TCP点 也就是六个点 六个点标定的 这个整个过程 我们 一直保持 四伏上电状态 不要松开 因为 一旦 松开了 这个 四伏 下四伏了 这个机器人啊 它有一个 松爆闸的一个 过程 这个也就是那个 啪啪的声音 会导致这个机器人 有一个非常非常轻微的一个晃动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啊 可能这个 每一个关节啊 它的这个角度 都会有一个轻微的一个偏差 所以我们要保持 四伏上电状态 这样的 这样的话呢 标出来的是 最准确的 好 接下来 我们就去 找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呢 我让这个机器人 向左侧去 转 靠近空间 速度要减慢 这个要时刻注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机器人的姿态 其实是很别扭的 或者说 可能再转一个角度 它就有可能 达到它的关节的一个 运动的极限了 这个 我们只要在它的 不超出它的极限 都是可以的 现在我靠近它 我要把这个点 尽可能的对准 好 第一个点对准了 并且我们看到 这个 16轴的法栏通通点 与这个点的距离 在这个平面上 是不够远的 这个时候 我们 我们长按 这个PE record 长按 一直按 按到它 左边的这个圈圈 的绿色灯亮起 并且这里有个PE 上面的这个 红色的这个点 变成绿色 那么PE点 就记录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 机器人抬起来 可以先回原位 没关系 在这个标定的时候 这个点 尽可能的 要对准它 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标的 极度的准确 好 那么第二个点 这个距离 也是不够远的 我们还是一样 长按 按一下是没有用的 把这个方框 按绿了 是没有用的 要长按 把它左边的这个圆圈 变成绿色 才可以 好 我们第三个点呢 让它往右边来倾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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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接下来 同样把第三个点记录进来 好 那么这三个点找好了之后 接下来P4点 它的姿态就有固定的要求了 是什么要求呢 我先把这个机器人回原位 好 那么刚刚讲过 P1 P2 P3点 这三个点呢 是用来标这个机器人的姿态 那么P4 P5 P6 这三个点呢 是用来标机器人的位置 也就是说 在P4 P5 P6这三个点 它要求这三个点 机器人的姿态 是不可以改变的 就是需要保持同一个姿态 所以在这个时候 对于P4点的姿态 就有要求了 P4点是怎么要求呢 它要求这个焊枪啊 也就是我这把工具 末端的有效的方向 一定是数值向下的 我们看到 P4 P5 在这个Z轴 是同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 P5呢 就是在P4的基础上 姿态不变 这个点位 向Z轴的正方向 移动一段距离 P6呢 也是姿态不变 在P5的基础上 X轴方向移动一段距离 现在我们把这个 P4点的姿态 把它调好 也就是 当然这个只能是用肉眼去观测 没有说绝对的垂直 只是尽量的去把它调垂直 在调的过程中 要保持足够的耐心 感谢大家 好 P4点的姿态调好了 我们同样长按 看到这里两个P4的点都变成绿色了 好 P5呢 我刚刚说过的 姿态千万不可以变化 只是在Z轴方向向上移动一段距离就可以了 移动大概10到20公分吧 这个不需要特别的精准 P6点的X正方向移动一段距离 好 6个点的位置都记录好了之后 下面会自动跳出一个Calculate计算 点击 选择OK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已经有一组参数已经计算好了 再说点击Finish OK 我们看到第12组 之前是0 全部都是0 现在已经有一组参数已经标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工具已经选择了第12号了 我们这个时候去验证一下我们标的准不准 怎么验证呢 我们还是把这个尖尖点把它重合 好的 这个旋转 我们看在旋转的过程中 汉斯的尖尖点和我那个竖着的工具的尖尖点是否能够尽可能的重合 如果能够很好的重合偏离的很小很小的话 那说明标的是准确的 如果标的不准 那么它会有很大的偏差 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把速度可以调到50% 看到 在旋转的过程中 这点和点 这两个点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的偏差 大约是在半个毫米以内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标的是非常的准确 这个不仅验证了我们TCP标定标的是准确的 同时也验证了我这款机器人 这台机器人 它本身的精度也是非常好的 好 这个时候TCP标定就已经完成了 好 那么TCP标定的方法已经教会大家了 但是TCP标定的使用 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标这个TCP 比如我换了一个工具 换了一把加长的焊枪 缩短的焊枪 或者是这个转弯的角度不同的焊枪 再或者我这个焊枪发生了比较剧烈的碰撞 这个焊枪本身它的角度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需要对这个TCP进行重新的一个标定 如果在正常的运行的情况下 是切记千万不可以去随意的去改动这个TCP okのは不用你 好 都 Lac shot 绵向克 犯狀 于 Terra 绵aks 我们 快灯